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近澳门世界杯即将在本月15号正式打响 我们中国队派出了多名主力 希望能够包揽所有项目的冠军 主要也是希望能够为国争光 而在这一次的比赛备战的同时 另外一方面在4月8号 我们看到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WTT支线赛 也圆满落下帷幕 其中中国乒乓球纸板名将在这次抗韩成功夺冠 获得了非常好的表现 让很多球迷肃然起敬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据媒体报道 最近乒乓球WTT支线赛瓦拉日定战 已经是正式落下帷幕 来自于中国香港的名将纸板选手黄振廷 在这一次表现非常的出色 在多次落后的情况下 疯狂挽救赛点 最终打败韩国名将安仔先取得了冠军 从整个比赛表现来看 实际上双方的实力应该是不相伯仲的 黄振廷和安仔先的世界排名 大概就是40名左右 所以两位都是老将 而且竞技状态并不在一个很好的阶段 因此对他们来说 谁能够笑到最后确实很不好说 比赛开始之后 安仔先取得了第一盘比赛的主动权 顺利拿下第一局 进入第二局之后 黄振廷还以颜色顺利把比分 拉成了1比1平 不过进入到第四局和第五局之后 黄振廷两次遇到险情 首先到了第四局 比分一度是来到了5比10 第五局来到了8比10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绝境情况下 黄振廷居然是连续挽救了7个赛点 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疯狂逆转对手 所以最终他从0比1到3比2 强势逆转韩国队夺得了男单冠军 而也帮助自己成功复仇 因为在2023年的泰国球形赛的比赛中 黄振廷曾经和他的搭档 遭到韩国队的很少 因此时隔一年之后 再度蹲顶世界冠军 打败韩国队的选手 对黄振廷来说 无疑是扬眉吐气的事情 真的是太牛了 其实提起黄振廷 我相信很多中国的球迷 应该对他都非常的熟悉 在许昕还在国家队打球时期 他和我们国家队的关系 一直非常的不错 而且也是为数不多的纸板之光 但这些年 由于年龄上去的状态下滑的话 黄振廷在一些重要的世界大赛 并不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包括在之前的人川冠军赛 甚至遭到了德国名将 很少一顿油 所以对黄振廷来说 这几年也只能够在一些 稍微规模比较小的支线赛当中 去争夺一些好的成绩 来维持自己的世界排名 来帮助自己拿到一些重要大赛的门票 虽然说近几年 黄振廷可能已经巅峰不在 但是他这种拼搏精神 这种为国争光的一个努力的精神呢 我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接下来也祝福黄振廷 能够在后续的比赛取得佳机 另外一方面也期待我们中国队的一众主力 能够像黄振廷一样 在接下来的澳门世界杯 好好加油 不放弃 不抛弃 不要气馁任何艰难的情况下 都要坚持到最后 努力站上最高领奖台 为国争光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